我們在這個溝通平台已經出現問題了 所以我們一再的跟地方調達交通熱線 我們能夠把這些問題 因為肯亞事件是不是可以做一次 總體檢到底哪一個環節出問題了 到底為什麼每次在緊急狀況之下 我們就沒有辦法取得一個對話的窗口 這才是最重要 而且最能夠讓台灣人民沒有辦法接受的部分 好 我們時間到了 下一位我們請林昌佐委員諮詢 先請我們林部長 林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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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我想只是要向您還有我們亞非斯的同仁 我們住外的同仁表達我們的敬意啦 因為從這個整個報告看起來 不感動不感動 好 那接著我想就改請我們法務部的次長 還有我們的這個陸委會副主委 還有陸委會副主委 我想先問一下 我想先問一下 把這個我們的同胞送回答案 任何司法單位的程序 連肯亞高等法院都已經說他們這樣搞 是違法 在最後一刻我們外交部的人員都還拿著這個禁制令 最高法院的禁制令去要人 是不是很明顯的中國其實根本就已經違反了人權 還有當地的法律 我不太知道中共到底是如何跟肯亞 我想在這邊等一下 副部長你這樣子真的 次長你這樣真的會非常的調到跟那個戴東利副司長是一樣的狀況 對你還幫他們講話 我沒有我因為你把我切斷所以沒有讓我 所以我我只想問得很清楚 他們這樣子搞是不是已經違反人權 而且也違反了當地的法律 因為我說我對肯亞的法律我不太了解 但是他這種做法 他們的高等法院已經說 對 我就這樣講這一個 我認為說我們已經向高等法院申請所謂的人身保護令 那這個就是一個救濟方法 所以我對於有這樣的制度 我是對肯亞是肯定 但是既然讓我們訝異的是說 我們有人身保護令請求你暫緩的時候 結果肯亞的警方 竟然不理會 我要講非常的簡單 中國他應該是違反人權也違反當地的法律 也違反當地高等法院的要求 這一點我是不非常 所以我真的是搞不懂為什麼昨天戴東利 在這個第一時間 全國的國人都在關心這些人的安危的時候 他居然是跑出來講 說這個是按照這個國際慣例 我真的是很不清楚 我也不了解他心裡在想什麼 我知道按照國際上面引渡的慣例 他可以有什麼樣的要求 但是還沒進入這個慣例之前 前面就是一連串的這個魯人了嘛 按照我們自己外交部就是這樣寫不是嗎 所以你前面整個過程全部都是違法 違反人權的 你講後面什麼國際管理幹嘛 是要幫中國講話嗎 不是嘛 我不相信我們的政府官員會希望去幫中國講話啊 所以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這樣講 那再來我想要請問法務部 我們也看到這個在這個陸委會的報告上面有寫到 看等一下是陸委會還是法務部要來解釋 我們從2011年建立跟中國的這個共識 雙方在第三地合作打擊犯罪 都會在事前事中及事後先知為對方 協同行動 對於人員的處理 也是各自帶回 我想請問一下 那如果按照這樣的程序 那我有看到幾個成績 是包括在東南亞、越南、斯里蘭卡等等 用這樣子所謂兩岸共打協議的這個架構之下 來去完成的 我想要請問一下 那麼 我們套在這次肯亞的案例 在什麼時間點 應該是人由我們帶回 在哪一個程序點人他們帶走 一部分他們帶走 我們的人我們帶走 哪一個程序點 因為這個是陸委會的報告內容 我們請副主委 因為我沒有看到 按照兩岸共打的這個協議 套在這個上面的話 正常的程序是什麼 什麼時候是我們的人可以帶走 我可不可以先說明說 當初一百年那個共識 當初一百年那個共識就是 剛剛講的那幾個原則 然後我們跟陸方那邊有交涉 也就是在他們調查取證 然後法院偵查階段告一個段落 或者判決確定之後 我們就帶回來 那所以一百年那個案子 歷經了四個多月的交涉 把人帶回來 那那個案子建立了這個模式之後 事實上在兩岸處理 這個第三地犯罪的行為 除了這個案子之前 都是循這個模式在處理 所以我想要知道 案就是套在這一個 我再問一次 套在這個 在哪一個程序點 是可以 是在機場 還是說是在 這個法院一結束 就是我們帶回來 還是在審理的過程裡面 我們保護我們的 他們保護他們的 這個部分 因為在肯亞已經做了無罪的判決 所以以我方主張 對我方民眾有管轄權的這個前提下 我們那個時候的訴求就是說 我們要把我們的民眾帶回來 所以在我說 所以按照過去你說的 五年來的慣例 都是在法院結束之後 我們就把我們的人帶走 他們把他們的人帶走 是這樣嗎 對 這個例子是第一個破壞的例子 那我們這樣子帶走的方式 因為不只是在審理過程 你們的共識上面寫 雙方在第三地合作打擊犯罪 都會在事前事中事後 然後還有協同行動 我不太知道怎麼協同行動 請問一下你有看到 在國際上面聲名狼藉 提到的 中國公安部成立的 境外棄捕工作局 這個聲名狼藉的 到國外去抓人的這件事 以去年來講 他在全世界抓了857人 其中不是正常的引渡 不是正常的追溯 就高達800多人 90%都是用這一次像他們這樣子 直接自己的人出國去抓人 直接自己的人 自己出國這樣子去擄人 的這種方式來搞 這個是他們是慣例 而且在他們的官方資料找得到 我想要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在我們的這個報告裡面 不斷地在講說我們兩岸共打的這個成績 有多少是跟他們一起胡搞這種侵犯人權的這種做法的 大概有多少 我們都是以保障國人的民眾權益和人權 我問的很清楚 我問的事情非常簡單 就是有多少 因為他們這個其實啊 他們講的跟你們講一樣 都在東南亞居多 他們都在東南亞抓人居多 他們的人直接出去像這一次這樣子 自己去弄或是要求警方用非法的方式 用侵犯人權的方式 不分青紅到皂白 不分是無辜的還是涉嫌與否 就這樣亂抓 那我想請問一下啊 就是照我們的這樣子的比例 我們現在把它當成政績來講 我當然也肯定啊 我也肯定說我們這樣子有效的去 遏止詐騙 有效的去遏止我們的犯罪 跨境的犯罪 但是我要請問一下 我們是民主法治國家 我們在執行我們這些 工作的過程裡面 不違反人權是最重要的 但是中國這樣子境外的這個處理 在全世界聲名狼藉 我們卻說我們跟他們協同 雙方在第三地合作打擊犯對 協同行動 怎麼協同一起破門進去嗎 還是他破門進去 我們眼看著他破門進去 這個部分都是牽涉到 國人的地方在第三地 我們是以保障國人的權益 為最大的前提 我還是要再問一次啦 第三地合作打擊犯罪 是不是可以讓刑事警察局 好 我們有刑事警察局 警政署 來 副署長 我再問清楚一遍 因為沒有一個人回答我的問題 我再問清楚一遍 在你們的報告裡面 用一整頁來寫 說兩岸共打這個協議的成就斐然 請問一下裡面有百分之多少 在雙方第三地合作打擊犯罪 協同行動 我們是一個民主法治社會 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 我們是這樣跟對方一起合作 用侵犯人權 直接進去抓人 在別人的地方 不分青紅皂白 不分涉嫌與否 然後等到都抓了以後 我們再分說 中國的人歸中國的 台灣的歸台灣的 報告委員 我們刑事警察局的同仁 也是公務人員之一 那一切的偵查作為 都是要符合我們台灣本身的法律 還有住在當局的法律 我們不可能會侵害人權 所以 那我問 那我問 那這樣子很容易 那這樣事情就很簡單 我們不會跟他們一起破門而入嘛 我們不會跟他們一起去壓著 要求對方的警察做非法的事情嘛 這不是我們會做的事對不對 那 他們這樣子去做 我們一切手法 我們一切抑法 對 那我問 那我們對於中國這樣子搞 境外棄捕工作局 這個不是第一件事情欸 今天肯亞他們不是第一件事情 他們寫了 光是去年就這樣抓了八百多人 他們這樣子搞 裡面包括會抓了台灣人跟中國人 這樣子搞 然後我們在什麼時候說 台灣人歸台灣人 是先他們用非法 用 這個強害人權的這個方式 進去抓不管哪一國人以後 然後才跟他說 台灣人的部分讓我帶回來 是這樣嗎 包委員 肯亞這個案子啊 是 大陸他們自己在辦 我們沒有跟他共同辦 是他們獨立在辦的 我們事先不知情 對 那這樣子就是 那這樣子就是 那這樣就是違反了你們的這一個兩岸共打協議嘛 裡面很清楚啊就是說關於這個如果有雙方的人的時候應該要事先知會嘛 所以我現在要問的問題很簡單啊 你現在又是在迴避問題 我的問題很簡單 有事先知會的他們也是這樣搞啦 最後我想要請問一下 你們覺得這樣子應該要怎麼改進 我想這個案子我們會繼續把全力 陸委會跟法務部你們覺得這要怎麼改進 不好意思再給我一分鐘就好 這個部分在昨天的熱線已經有對陸方表達訴求 針對這個案子我們立即要派人到陸方了解這個案情 我不是問你一個案子 因為這個事情已經發生了太複雜 對 我還沒說完 就是說對於在第三地這種打擊犯罪案子 我們需要再透過協商的管道來做這個案件的一個妥協 我問你2001年菲律賓的這個引渡事件發生以後 你們就已經說 將與大陸方面延商協議規範內容之檢討修正 作為未來通案處理之模式 請問一下這五年修正什麼 這一個你們說要修這一個 這一個兩岸共打協議啊 這五年修正什麼 這五年來這個案子 這個協議 這個協議事實上都透過協議的檢討 我們現在 修正了哪一條 協議的檢討 五年來 協議的落實是需要透過協議的檢討 不是你們上次說要修 五年前說要修正這個協議嘛 你們修正了哪一條啊 你們如果修正就不會發生這個事 你們說的那個共識 你們講的那個共識如果有放進去 我們沒有說要 五年前沒有說要修協議 我們只是說